作为KPL流量最大的一级商务会 这个军季赛可谓又豁然一心了 经过张鸟的整顿 最近两场比赛确实打出了效果 不仅没有吓掉初晨 更是以他为中心 稳定位置的同时 换了打法和节奏 曾经那个走迷人帮忙守野区的初晨 如今不但野区手术 就连上路阿哲和中路向远的线都随便吃 初晨的待遇已经达到了顶峰 不过初晨也没有让张鸟和队友们失望 有了经济的他 在一片中 确实扛起了C位该有的伤害操作 而反观伊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曾经那个猛服伊诺已经不复实战 两场比赛下来 对手很难找到 伊诺因打得太猛而掉点了 他变得越来越稳 相信除了自己变了 面对张鸟严厉的执教手段 打得不好 真要是把替补极光换上来 自己的职业道路估计也走不压了 而就在AD对战到RW侠的第二场比赛中 竟然在某一平台发生了小差距 当游戏来到21分32秒时 观众频道随机转盘 居然抓取到了伊诺发烧的字样 这种侮辱职业选手的事 能在观众频道出现 瞬间让AD的粉丝们暴怒 毕竟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之前没多久 同样的事已经在某鱼发生过一次了 但是飞姐也已经投诉了某鱼 某鱼随机也诚恳的道歉了 而且伊诺也回复原谅了他们 可这次又发生同样的事件 能看得出平台并没有中说 不过这次飞姐直接投诉到了 KPL联盟 竟然联盟和平台的回应吗 小仁哥认为这样的事 不该出现第二次 黑粉们暂暴没人会去理会 但观众这样重复的事物 属实是非常离谱 对此小伙伴们会理解某鱼的做法吗